这个档案我们要证明这个旋转体测表面积它的公式 旋转体的测表面积 那因为档案很长所以我们把它分割成三个 这是第一个 那第一个这个档案呢我们要来证明什么呢 就是一个圆锥一个正圆锥呢 正圆锥它的测表面积 如果它的侧边长是L的话呢 底半径底部这个圆锥这个圆的半径是R的话呢 那么你把它从这边切开以后 那它这个面积A 根据上面这个式子呢 它是等于πRL 这是我们这个档案呢要证明的 那接下来第二个档案呢 我们要证明这个圆锥平台 它的测表面积到底是怎么做 然后第三个档案呢才来证明 这个旋转体测表面积 它的这个积分公式 积分公式 所以这边我们分成part1,part2,part3 那这里part1 我们要下去找个档 letter surface area 那首先呢就是呢 同学这个圆锥它的侧边长是L的话呢 那你把它切开以后 你把它展开呢 它就变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扇形 一个sector 那假设它的这个 这个圆形角是C 是C打 那因为你切开以后 所以呢 这个扇形它的半径 它的radius变成R 变成L 变成L 好这边这个R就是L 这个L L就是它的半径 好那再接下来呢 就是呢 2分之1L平方 C打 那么我们希望把这个C打去掉 因为呢 在旋转体的公式里面 这个C打是没有用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想办法把这个C打去掉 那怎么样去掉这个C打呢 这个扇形 它的圆心角 对它的这个边 这个边长呢 它是2πR 为什么 因为底半径是R 所以你当你切开以后 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长度呢 就是底下的这个圆周长 那圆周长就是2πR 所以我们看到呢 你把C打比上2πR 好比上这个2πR 那它就应该要等于什么呢 应该要等于呢 整个圆心角呢 是360度 也就是2π 好 那整个圆心角 对整个圆周 那这个半径 等于L的这个 这个圆 它的圆周长呢 就是2πL 好就是2πL 好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 约分以后 2π2π约分以后 这个分母还剩下一个L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2πR 把它搬到右边去 搬到右边去 那所以呢 这个C打 同学就可以看出来呢 它会等于呢 L分之一 再乘以呢 2πR 也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 搬到右边去了 好 这就是我们的C打 那你把这个C打呢 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呢 它变成2分之一 L的平方 乘以呢 L分之一 再乘以2π 2πR 2πR 好那这时候呢 这个L跟这个L约掉一个 这个2呢 跟这个2约掉 所以呢 它就剩下什么呢 剩下π 剩下这个 LπR 那我们就把它写成了 πR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A 这个扇形的面积 也就是整个圆锥呢 你把它切开以后 它的这个测表面积 就是把原来这个圆锥 它的侧边的长度 侧边的长度L 乘以它的底半径 乘以它的底半径 然后你再乘以一个π 那这个就是它的圆锥的测表面积